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会缺席 温暖亦是如此 源泉因公益爱上集体生活 争取明年参加百人圆葬 源泉作为新队员 第一次参与到爱心援助的活动中 在一整现场负责分发药品 得他早早地赶到现场 与大家一起整理药下 和对药品分到时 有些老人听力不太好 源泉在老人耳边反复强调用药的注意事项 传达一如 心里满满的收获 感觉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集体生活的人 却被这个集体充满的快乐荷包容所打动 爱这个集体 在集体中的每一个人 明年去西藏 只要我身体允许 我一定会爱 源泉如是说 此次韩红爱心百人圆陕大型公益医疗援助行动 已经走到了第三站 每一天都在与并我战斗 每一天都在吹响声令的号角 第一站山阳县高把电阵 共计接诊1303人次 第二站伤南县 富水镇共计接诊1507人次 第三站汉碑区流水镇 共计接诊1717人次 公益不止步 精准扶贫在行动 坚守爱 向健康 我们一直在路上